苏友鹏 我想他跟我的交情是已经很难去解释 我们该怎么合作 所以倒塌的戏对我来讲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因为他已经这么会演戏了 那果不其然他确实有很多自己的想法 那么分担了很多我的辛苦这样 那么尤其是他包括服装啊 包括机票啊什么的 真的是意气相挺到一种极致了 不过当然也许在这过去20年 我们并不是常常见面的朋友 但是我们彼此都在工作上面都很努力啊 所以我想有一种所谓英雄习英雄的那种感觉 因此他会这么努力的配合我这样 那真的很谢谢他 那也谢谢他的经纪公司等等等等 其实每一个艺人我都应该要写 每一个艺人的经纪公司我都应该要写 只是舒尔鹏确实是入不敷出啦 他所拿到的红包跟他最后所付出的代价真的差太多了 真的很谢谢他们公司的包容啊 出钱出力 我想这四个字是最适合送给他的 就机车大家就会比较多了 嗯 这个我们两个通口要抓好 我们可能还没有我们 对对对对要拍到你的 OK 攀过来 镜头一过来我才会 嗯 那这期安逻啊 吃我干嘛 嗯 这个时候才出来跟镜头一起 过来的时候一过来 我们一起被吓到 就超胖 哈哈哈哈 就没在怕的啊 然后就这个镜头会到这里 好 好 谢谢 好 OK 那以生存的条件还有一个 对 然后超哥这时候下来 对 然后这句话的时候还变 他就是爱 超想 超爱听起来 超想吼 超想吼 对很抱歉 他就是爱 好啦 这就是那个气氛会的 如果是这样就会像吗 我觉得你们蛮有气质啊 第六号刘海 No.1一定是最战的 谢谢大家